嗨 大家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所以今天我們會學習到QNAP的NAS系統 來吧 嗨 大家好 我是Joanne 歡迎回來的Pacer Channel 我們現在在QNAP的展區 很高興今天有邀請到QNAP台灣區野務Kevin 跟我們一起介紹QNAP的NAS 我們現在歡迎Kevin 哈囉 好 首先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會推薦使用者使用NAS系統呢 這個應該是說 我們現在檔案都是開始做一些數位化 像以前我們都拍實體照片 現在都是數位照片檔案 然後另外數位檔案這個又有一個 以前拍的影片可能是有1080p 現在拍的影片可能要到4K 所以我們除了數位檔案越來越多之外 也相對又越來越大 那當然數位檔案既然越來越多 我們保存是個問題 備份也是個問題 所以在近幾年上 NAS的發展會越來越好 就是因為我們數位檔的儲存需求 也越來越高 那當然就像最簡單的 我們平常買手機 可能以前買64G 對 再買128G 對 現在買256G 可能都不夠用 對 可能會有買512G 那如果今天你有買一台NAS呢 64G就夠了 你所有照片存在NAS裡面 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了 OK 所以主要是容量上的考量 對 數位檔的儲存上的考量 對對對 OK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消費者會比較建議消費者購買 QNAP家的NAS系統嗎 因為只有QNAP NAS可以把 Apacer SC的效能發揮到最高 發揮到最高 好 那下一個問題 對於第一次使用NAS的消費者來說 有沒有什麼更上手的方式 這個問題 一般來說 像如果現在我們會場的話 購買QNAP NAS 我們會送攻略手冊 上面就有從硬碟 怎麼鎖螺絲 到怎麼插網路線 到怎麼去設定 一些內部的東西我們都有解釋 所以手冊上有 對 我們有一個實體手冊 那當然這個手冊 我們有電子檔可以去做下載 當然我們網站上 我們自己的官方網站上 也有一些直播的頻道 跟一些直播錄影 可以去參考裡面的使用內容 OK 所以如果手冊上看圖片 看不懂 你也可以就是照著影片 直接有人做給你看 對 照影片的步驟去做 對 OK 好 好 那對於第一次使用NAS 系統 而且使用人數 只有在10人以下的消費者來說 你會比較推薦你們家哪一個機型 10人以下的嗎 我會推薦我們這台TS453D的型號 因為這一台 等一下 它本身可以裝到4顆硬碟 所以如果以一般10人以下消費者來說的話 不管是家庭使用公司 還有大份的空間 應該都是足夠他們使用的 對 那同時後面呢 我們這一台也有另外的 擴充檔板功能 你可以擴充用SD去加速啊 或者是10G的網路網卡這樣子 所以空間也可以達到幾點需求 然後如果有需要更高的網路 或存取需求的話 我們也都有擴充功能可以去做 對 就是說要插SSD 就是從後面 對 對 用擴充卡去擦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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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最後一題 然後也算是蠻重要的一題 使用硬碟跟使用SSD 在NAS系統上有什麼顯著的差異嗎 傳統硬碟當然是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空間容量是比較大的 它相對的容量成本是便宜的 但是在速度上的話 SSD的速度是遠快於一般的傳統硬碟 那所以在QNAP NAS上 我們可以同時使用這兩個硬碟 一個是同時保有傳統硬碟的大容量 對 然後可以再用固態硬碟 去做快取的加速功能 對 所以也可以 空間既然有了 然後也可以把容量發揮到 速度也發揮到最高 然後NAS的使用的極限 也可以把它發揮到它的最高效能這樣子 嗯 所以連使用的極限上 都可以就是達到最好的效果 對 沒錯 OK 記得使用了Pacer的NASSSD OK 那看完這支影片 相信大家對NAS都有基本的認識了 如果你對QNAP他們家的NAS 或者是Pacer NASSSD 有任何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方的連結 到QNAP的線上商城訂購 也不要忘了幫我們按讚 然後追蹤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